真言第七章 我儿,要遵守我的话,把我的诫命珍藏在心里 遵守我的诫命,你就可以存活 遵守我的训会,好像护卫你眼中的同仁 要把他们细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 要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 要称呼聪明为亲人 这样行,就可以保护你脱离淫乱的妇人 脱离说谄媚话的妓女 我在我家的窗户内,透过窗帘往外观看 看见在渔蒙人中间,在少年人里面 我发觉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在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住处 向着她的家走去 那时是黄昏,傍晚 是在夜里天黑的时候 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她 是妓女的打扮,心蠢诡诈 这妇人喧哗不停,不受约束 她在家里停不住脚 她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广场上 或在任何角落旁边藏服 她紧拉着那少年人和她亲嘴 厚颜无耻地对她说 我曾许愿要献平安计 今天我刚还了我所许的愿 因此我出来迎接你 窃窃寻找你 终于找到你 我已用毯子 埃及县织成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 又用墨药、沉香和桂皮熏了我的踏 来吧 我们来保享爱情直到天亮 我们来在爱中尽情享乐 因为我丈夫不在家 远行去了 她手里带着钱袋 咬到月圆的时候才回家 营妇用许多花言巧语引诱她 用谄媚的嘴唇勾引她 少年人就立刻跟随她 好像牛走向图房 又像愚妄人带着锁链去受刑罚 直到箭矢射透她的肝 她仿佛飞鸟投入网罗 并不知道会丧失性命 孩子们 现在你们要听从我 留心听我口中的话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路 也不要迷恋她的路径 因为她使许多人倒闭 被她杀害的实在无数 她的家是通往阴间的路 是下到死亡的工房